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 打开美国热门手机APP下载排行榜, 我们就可以看到,TikTok的下载量一直稳居榜首。 近年来,TikTok的热度已经超过了Instagram、Facebook等传统社交媒体平台。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也就是海外版抖音, 凭借着本土化的策略,在竞争激烈的短视频市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TikTok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菜单和食谱类视频。 因为TikTok的女性用户占比较高, 食谱和美食类视频也成为TikTok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美食、烹饪类的短视频,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 近期,美国还推出了一项名为TikTok Kitchen的服务。 这个富有创新性的新外卖服务可以让人们点击美食短视频下方的链接。 并在TikTok订购美食配送服务。 因此,在TikTok发布和美食、烹饪、食谱相关的内容,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和美食相关的话题非常多, 其中健康饮食、减肥食谱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Smoothie Diet,也叫做奶昔, 果蔬汁减肥食谱,是一种奶油状饮料。 通常由水果泥、蔬菜、果汁、酸奶、坚果、乳制品混合而成。 奶昔往往包含大量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并具备一定的饱腹感,是一种高营养、低热量的减肥餐。 因此,许多人把减肥奶昔作为健康的减肥早餐或下午茶。 对于需要使用奶昔减肥的人群来讲,了解减肥奶昔的科学配比非常必要。 奶昔中的奇亚籽、水果、蔬菜的配比都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否则会影响奶昔的减肥效果和口感。 为了帮助需要减肥的人群节约时间,快速获得科学的奶昔配方。 在ClickBank推出了一套Smoothie Diet Rapid Weight Loss Program,也就是21天奶昔减肥计划电子书。 无数的肥胖人群通过这套减肥系统,安全、健康地完成了减肥目标。 这本电子书在ClickBank已经热销了很多年,并受到了用户和推广者的一致好评。 Smoothie Diet电子书遵循ClickBank的退换或原则,给予用户60天无条件退款的承诺,售价37美元,价格适中。 用户在付款后就可以直接下载电子书,并可获得额外的赠送内容。 打开TikTok,搜索Smoothie Diet关键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推广这个商品。 以这个The Smoothie Diet的账号为例,这个TikTok账号发布的内容均和该电子书相关,粉丝已经超过1万人,点赞数超过了2万。 在Bio说明栏,该账号还添加了ClickBank的推广链接。 只要有用户点击购买了这本电子书,该TikTok推广者就会获得佣金收入。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短视频平台TikTok发布视频,菜单类短视频,并引流到ClickBank赚钱的方法。 年末将至,小微感谢大家的长期支持,欢迎新朋友点击订阅本频道,并开启提醒小铃铛。 首先,登陆到ClickBank的后台,在Marketplace搜索栏输入Smoothie Diet,就可以找到这本电子书。 我们可以看到The Smoothie Diet的重力值超过200,属于热销类商品。 该商品的平均销售提成比例为75%,每销售一单可获利26美元。 如果顾客购买了所有附加商品,每单提成可超过100美元。 点击Promote按钮,系统就会根据你的用户名声成一个带有追踪的推广链接。 复制这个链接地址,并保存到空白文本备用。 有了推广链接,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和减肥奶昔相关的短视频了。 方法一,制作奶昔食谱短视频。 此类视频的制作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把图像和食谱进行合成,制作成一个幻灯片类型的短视频。 进入Google,搜索Weight Loss Smoothie Recipes,也就是减肥奶昔配方关键字,就可以找到很多提供奶昔配比的网站。 我们可以搜集相关的食谱和图像,并把素材图和文本进行合成。 按照这个方法,制作多张奶昔食谱,然后把多张图像制作成一个幻灯片视频,并添加上背景音乐。 为了提高点击率,你还可以在视频中添加一段引导性文字,指导观众点击你的推广链接。 文字内容可以是Take 21 Day Smoothie Rapid Weight Loss Challenge, Link in Biography。 方法二,奶昔制作视频。 除了制作幻灯片视频,你还可以在YouTube等视频平台搜集奶昔制作视频,然后把视频剪辑为9比16的数评短视频。 最后,添加上菜单,引导文字素材和音乐,就完成了一个短视频。 方法三,制作和减肥,奶昔相关的内容。 你还可以制作一段和减肥,奶昔制作流程,配方选择相关的短视频。 此类视频的制作流程也非常简单,你只需搜集视频素材,进行简单的剪辑,添加文字和背景音乐即可。 完成了视频的制作,上传到TikTok就可以了。 上传视频后,你还需要对视频进行一定的优化,包括添加描述文字,hashtag标签。 标签可以是weight loss,smoothie,detox,recipe。 也就是和奶昔、减肥、排毒、菜单相关的关键字。 添加标签的好处是,可以让TikTok目标客户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你的视频。 最后一步,你还需要在TikTok的个人简介一栏添加上你的推广链接或者着陆页。 在此,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着陆页进行中转。 着陆页的好处是起到缓冲的作用,从而提高转化率。 统计表明,如果你直接把客户引导到销售页,转化率会远低于使用着陆页的效果。 你需要在着陆页中向用户介绍这本电子书的内容,展示实际减肥效果,提供优惠信息,并添加醒目的订购按钮。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设计着陆页,我建议大家使用免费的system.io网站进行设计。 system.io向网络营销者提供了可视化、操作的网站设计工具。 你无需任何经验,也可以轻松设计出一个专业的着陆页。 并可以实时监测访问量、点击量、转化率等数据。 我会在下期的节目里讲解具体的操作方法,欢迎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